艾朗雯他本名孟正浩 他是台湾网路社群知名的资安达人 台湾駭客年会的筹备团队的核心干部 也担任过许多企业、学术以及政府单位的资安讲师及顾问 他现在任职是戴夫扣尔斯安公司的执行长 他将为我们带来在苹果被害之后 台湾资安的现状及潜在危机的演讲 请大家掌声欢迎他 那我今天所要谈的主题 其实这个大家会很注意这个苹果被害的事件 那其实这个事件我们其实不会提太多 不会提太多原因我先说明 在苹果被害的那几天 我其实接到了无数通电话 那第一个问题都会是问说 顾问请问一下 这个苹果被害是中国干的 那我只回答他一个问题 我说我又不是苹果的人 苹果公布什么东西 他并没有公布任何有关记忆树方面的资料 那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说他到底是谁干的 更何况呢 駭客的手法其实是很迂回的 他可以做到他完全没办法让你知道是谁 所以这样的推断其实是就我的技术事长来说其实是没办法的 所以说其实有关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够就现象来来做个评论 所以说呢其实我要谈的是依我一个资安产业的 我在资安产业来看台湾的资安的现况跟未来的一些危机 那当然我在讲的时候其实也欢迎大家发问 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目前是DevCode的经营长 那我们是一家资安顾问公司 那平常我们做的任务可能包含就是 邪度企业去做一些资安的规划 跟寻找一下他们网站示威器上的漏洞 那因为我们有一些资安和駭客的技术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駭客的角度来看 整个企业呢 再曝录在资安的危险之下 该怎么做相对应的措施 那我也担任一些单位的讲师跟顾问等等 那同时我有主办这个台湾海课年会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谈这个部分 那首先讲一下我去年在一场演讲 有在叫做文康 我有一个简报 那我简报的标题其实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误会 网络其实是很安全的 是吗 一个人都不安全嘛 网络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它很安全 那广告也是在抵抗 我们在台湾海课年会 那我是筹备组织之一 那我们其实是十周年了 那台湾海课年会其实是一个资安研讨会 它是个研讨会 不要一听到海课两个字 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聚会 大概在三年前吧 就是有一家有线电视 有心还无心忘记的 他来采访台湾海课年会 那他的采访很静泽 很用心 也跟着我们的讲者去听他讲什么东西呢 然后呢去做采访 结果呢当天晚上的新闻看出来 他的标题写着 八百骇客齐聚中研院攻击无名小战 就跟我们的研讨会完全没有关系 那在那时候对于媒体 就是十分的惊讶 那再度重生呢 我们是资安研讨会 那这个研讨会呢 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呢 能够借由我们的力量 能够让台湾的资安有兴趣的人呢 还有资安的研究员 跟国外的来做一些交流 那当然呢也包含说 我们可以给 例如说企业 例如说政府单位 例如说民间单位 可以有更多的资安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们今年变两场 就是在八月的十九号到十二号 在喜来登跟众影院 广告完毕 首先我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资讯案件是谁的责任 有人能够回答吗 资安是谁的责任 选择题好好不好 四个选项 第一个 资安是国家的责任 第二个 资安是政府的责任 第三个 资安是企业的责任 大家都用企业的东西嘛 对不对 你用Windows 你用Mac 都是企业做的 对不对 它是企业的责任 不然就是房东安理 房东安理厂商的责任 你要把病毒放下来 是你的错 再第四个是个人的责任 一二三四 答案是哪一个 这样就不好玩了嘛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是国家的责任吗 有人在扫我的电脑 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资安是国家的责任吗 是 为什么呢 国家是一个最高层级的一个组织 它面对资安要有一些相对的作为 对不对 但是我在那边并不是说国家没有作为 而是说国家的作为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 国家要有些相对应的 例如说国家之间的一些网络作战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 相对应的做法 相对应的资安的一些概念 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资安的风险 这个呢 没错 也是政府的责任 为什么呢 政府有很多的一些政策 有很多的一些措施 可以防止资安的问题 那企业呢 更不用说了 大家如果是有了上班的 那企业内部 企业内部的机敏资料 该如何不被外泄 这是企业的责任 那是不是个人的责任 当然也是 为什么呢 如果说我曾经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说法 如果今天我们台湾全民 每个人都是骇客 每个人都懂骇客的攻击手法 每个人都懂如何去跟骇客对战 就可能不仅是防御 你甚至也懂怎样做攻击 那台湾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搞不好很安全 对不对 因为呢 任何的手法都公开了 我们什么都懂 那搞不好很可怕 这个也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答案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我们太快破我的梗了 大家应该都听过很多抱怨 对不对 很多很多 比如说 网军都打来了 台湾在干嘛 各自都会从公务员流出去的 不然就是 各网站各自又外信 我又接到诈骗电话了 不然就是 防毒软体都在骗钱 防毒软体都在做病毒 然后再卖我防毒软体 对不对 不然就是说 Windows很烂 我又中毒了 那这些都是 这些地方 都是国家 都是政府 都是企业的错吗 其实并不一定 其实呢 靠人不如靠自己 我的想法是 如果大家都有相对 相对足够的一个资安意识的话 其实可以防止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我今天讲 大家会觉得是空话 所以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下空话 因为资安的意识 跟资安的概念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遍以前的报道 为什么说资安的意识 跟概念很重要呢 有一件事情 在2009年的时候 因为呢 某个家很大的购物网站 可是我忘了马赛克 他的会员呢 接到很多诈会电话 然后呢 当然就会去采访 这家购物网站 那购物网站的这个 公关说了 公关副理说了 个资又不是气体 怎么会外泄呢 当然他讲出来之后 可能隔天他都会发现 完蛋了 讲错了 因为媒体全部在code 这一句话 个资又不是气体 怎么会外泄 各位这个其实 大家会觉得很好笑 代表你们有相对足够的 个资再素养 可是很多人真的觉得 个资好好的 本来那边怎么会外泄呢 真的很多人会这样认为 我信你可以回温自己的家人 个资是怎么外泄的 个资真的不会外泄吗 上面有个报导 去年全球5.5亿 个资外泄 当然这是台面上的 那台面下呢 可能更多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网络上的一些 骇客门的黑市 它原来卖个资是怎么卖的 卖信用卡号是怎么卖的 那你们就是很可怕 就是个资到底外泄多少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有很多 台湾在2013年 广路有过一些 名列全球第九 就是台湾之光 那当然 还有很多啦 就是全世界的各大房东 软体跟资安公司呢 都很喜欢到台湾做研究 都很喜欢在台湾开 可能分公司 或者研究中心 因为台湾的样本很多 而且很好玩 甚至很多时候是 在台湾先找到样本之后 过几个月 或在其他地方找到供给 所以在台湾可能先试报 台湾这边感觉还不错 然后之后再去打别人 所以这是台湾的一个 在资安上的优势 可是台湾很显然 没有好好利用这样的优势 再来呢 是今年的 今年五月份 eBay呢 它公布说 它有1.45亿笔 它的电子邮件 然后加密后的密码 然后生日住址 然后被盗取 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呢 它其实 发现了之后呢 已经过了两个月 它才公开哦 那是不是大家的个字 都在这边 可能是这边 到处流窜 对不对 那LL也是一样 坦诚 系统遭入侵 它有可能存在 存在大量的生存账号 大家都会说呢 里面有email 地址 通讯录等等 加密的密码 那没有加密的密码 就会很惨 对不对 就可能你的密码 整个都外出来了 可能会被贴到网路上 可能在网路上 Google自己的密码 就会跑出来了 再一个事件呢 大家这个要很注意哦 就是美国的一个 零售商 这个Target 它这个购物网站呢 它的各自外泄 那总共呢 有七千万笔 顾客的资料 姓名 地址 电话 email 跟支付卡的资料 都外泄了 但是呢 其实这只是一家而已 我们要追 我们要追本数源 它到底怎么外泄的 它因为呢 它使用了一家 有问题的PoS PoS的系统 那它用了这个 有漏洞的系统之后 被hiker入侵 偷走的资料 那其他家呢 所以还有很多 更多的购物网站 因为一样用了 这个系统 导致 它的各自外泄 所以这个事情 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要非常多的 各自都外泄 回过头来看台湾 台湾很多企业 它可能用的是 第三方开发的系统 那你真的知道 它是安全的吗 又或者说呢 可能像 大家都知道 政府有几个 很大的 很大的系统 很大的案子 比方说 依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比方说 护证 对不对 这些系统呢 安全吗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它的成果 可能让大家很放心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标案 到底有没有去验证 它的资安呢 到底有没有一个 相对应的一个措施 去知道说 开发者 开发者的东西 是不是可靠的 那企业是一样 企业里用的一些东西 有没有经过安全检测 有没有经过一些资安顾问的评估 然后才适数来给使用的使用 这些都是一个资安的意识跟概念 那其实这个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多注意 当然除了这些各自外界之外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 网络作战 Cyber War 这个其实并不是在这几年才有的 这个其实已经谈了很多年 但是呢 在这几年已经逐渐的台面上了 那就像几年前呢 有人在问说 请问你们有网军吗 你们国家有网军吗 大家都说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然后在这几年呢 就说 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 那到底有没有网军呢 那这个就大家猜一下 那其实广军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大口小力 可能就是要防御 要攻击 他可能要了一些机密文件 他可能要领域外人的攻击 那这些就不方便讲太多 那 最近的一个事件 大家都知道 苹果 他贡献苹果的网站 那我说不会提 不会提太多 不是讲一件事情 一般来说呢 国家级的骇客攻击 像APT攻击等等 他都不会让你发现 为什么呢 他偷偷去偷你的资料 像我 像我假如说 我今天成功了 入侵了你家 去拿你家的保险箱里面的东西 那我会跟你说 我来咯 不会嘛 一定偷偷来 然后呢 偷偷去控制你 长久的潜伏在你家 然后呢 在你不在的时候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去偷你的资料 去慢慢来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 很成功的攻击 但是呢 这一次的事件呢 像苹果的这个事件 他除了被DDoS之外 那DDoS当然是跟这种 偷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有点恐吓意味的攻击 但他除了这样的攻击之外 他还去把伺服器的资料删掉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恐吓意味 很浓厚的一个攻击 当然 他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拆的 那他是谁干的 我们也不知道 也只能够用拆的 那我就不多拆 就给别人拆 好不好 不过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 就是 他的资料是被删掉的 那这个其实是 很严重的一个攻击 但在一些资产公司的一些 研究也指出呢 大概有九成 反而是87的 建议攻击 都是来自国家级的机构发动的 那这个 这个这些是不假 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国家级的一些攻击 都是为了窃取一些 国家的机密文件 或是一些情报 那如果说 如果有使用Gmail的话 其实有时候 Gmail会帮你提示一下 就是说 你可能是被国家级的 攻击锁定的 大家有看过这个画面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我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事情 基本上 在这个前几天 也有一个新闻 还蛮有趣的 就说这个 我们的政府呢 都把这个 我们的Email外包 给Google啊 给什么的 这样子是不安全的 我不知道各位的看法是怎么样 到底自己管安全呢 还是给 给别人管安全 其实这个问题很可怕 就是说呢 你的资料呢 是要被害 被偷走 还是给别人看 这是一个 很痛苦的选择 我知道我知道 我正在看 正好在我们的公司的部落格 这个字好像有蛋 字有蛋 就是在我的Gmail的最上面 就是在大概两个月前吧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 资料的同好们 大家的Gmail上面都 同样出现一行字 叫做这个 我们相信有国家资助的攻击者 可能尝试录清你的账户或电脑 在这边 加一行字 在Gmail的最上面 这个是代表说 他有侦测到的人 可能有人在尝试杜清你的 然后他这边就有个按钮 就是立即加强防护 按下去之后 他就跟你说 请更换密码 其实这个是个 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相 你对应这种攻击 你其实没有多少的一个防御手法 你可能就是 你真的做彻底一点 你今天如果被害了 被投资要怎么办 重关电脑 换掉全部的密码 然后呢 你就整个这样子的 然后你就整个推测 到底是从哪边被害的 那如果手法又很高超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知道 所以这是国家级的机构 发动的这样的攻击 那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也很有趣 三月份的时候 南韩呢 被入侵 什么要被入侵呢 电视台 就是媒体跟银行 而且这样的攻击是很可怕的 因为他发现是北韩做的 然后呢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金融 就是那些金融单位的电脑 全部的电脑 都重开机 重开机 就开好机就好了 对不对 但重开机的时候呢 他写了格式化磁碟 把一碟清空 所以每个人看完机都 东西都不见了 这很可怕 对不对 但是呢 南韩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在两天之内呢 就控制住灾情 让ATM那些东西都正好运作 那这个在台湾的话 不知道会多久 那这样的攻击呢 更有趣的是呢 他们研究者也发现呢 北韩呢 他筹备的时间长达八个月 长达八个月 这个就是一个很缜密的攻击 就是他们有计划性的 我今天先调查 你这个企业用了哪些主机 什么样的作为系统 怎样的服务 怎样的软体 什么样的防毒软体 然后呢 去看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漏洞 然后呢 他再去镀清了这个防毒软体的更新伺服器 然后让全部的病人 派送到全部的电脑 这样来去控制他 这就是个很缜密的一个 很有规模 很长期的一个攻击 那其实是我们很难去做防御的 派一个新闻是北韩 北韩在2019年下令呢 把网务特统部的破编之三千人 然后呢 有些派出中国 以便从事渗透海外网务的路律 讲得很明白 对不对 所以说以前我们在电影上看的一些东西呢 都成真哦 像一个电影里面都会 都会讲一些骇客 对不对 像讲说骇客呢 他入侵了什么地方 入侵了国家 然后呢 去破坏电力系统 然后来去造可能 可能是可以做恐怖攻击啊 可能是可以做各种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在台湾 可不可能发生呢 慢慢越来越可能 不过台湾的这个 基础监视的资讯化程度 可能还不太够 所以可能骇客碰不到 但是呢 确实在各国呢 像之前美国跟伊朗 对不对 他们有 他们有做了一个病毒 这病毒是专门攻击基础建设的 所以这是可能的 那在未来也可能发生在台湾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这是网路作战的一些样貌 这是大家必须要清楚的 再来是网路作战的单元 就是骇客 因为这个我其实讲过很多次 那不过还是有些姓朋友 那我再讲一下 骇客 大家对于骇客这个词呢 都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是骇客呢 通常很神秘 对不对 然后呢 戴个眼镜 然后不修蝙蝠 然后呢 用个笔电 背后发绿光 这是一个骇客的幻想 但是呢 骇客这个词呢 其实它就是 乐中于电脑系统的一个专家 他懂技术 他有崇高的理想 他知道 他要做怎样的研究 但是呢 媒体他会把骇客这个词呢 拿来做一些比较负面的利用 比方说呢 大家常看到新闻 以前新闻都常讲 天才 那个什么 19岁天才骇客 入侵线上游戏 盗取虚拟宝物 卖给商费集团牟利 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新闻的一个 结构 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几岁 然后会有一个形容词 比如说 18岁天才骇客 19岁鬼才骇客 那20岁就不会有 因为太老了 所以骇客这个词呢 在一般我们大家看来 就会是比较偏向负面的 但是呢 对于真的骇客来说 他会觉得 骇客是一个很崇高的词 被你们拿来降用 不太好 所以就有分成白帽跟黑帽 白帽骇客就是 他可能是资产专家 他做防御 他做修本 他可能在资产公司工作 他去懂 怎么要去做 怎么要用骇客的手 怎么要去抵御骇客的手法 怎么去做防御 那黑帽呢 可能就是 他不管法律 他可能是 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可能会展现 他可能会做非法事情 但他不care 这就是所谓的黑帽 那如果是专私攻击 这些可能就会叫cracker 有白帽有黑帽就有灰帽 灰帽就可能是 白领当白帽 晚上当黑帽 他可能亦震亦邪 他可能做的是 有好事 他也做坏事 那script kid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 不是骇客 他就是一个小朋友 那这个小朋友 他可能就是 只会用工具 只会上网抓东西来跑 比如说他可能去抓了一个病毒 然后去 放在别人的电脑 去偷东西 然后他可能就被抓了 然后就写 19岁天才骇客 然后 制作 自行制作木马 然后窃取 虚拟保护 但是他是自己写的吗 不一定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他没有技术的人 他就会去被 被这个 被一些 圈内人就会叫 script kiddy 就是他可能 他只懂 用工具 他可能不懂技术 所以他这个就不是骇客 但是很遗憾的呢 这样的人最多 所以大家常看到一些 新闻上讲的说 被抓的 或者说 駭客组织 利用谁来谁去 怎样这样 就是这样的人很多 那我觉得这也是 很悲哀的一点是 台湾呢 其实并没有一个 足够成熟的一个资产环境 来让资产的人 有兴趣的人成长 所以很多人 像学生们 他们对资产有兴趣 他就转往地下 就可能会被 駭客组织吸收 然后呢 就会去做一些坏事情 那这样 这样其实是我们不乐见的 駭客组织的话 其实就很有趣了 他有分官方编制 跟非官方编制 比方说呢 像可能国家编制的駭客 政府编制的駭客 或者企业聘的駭客 这些是都有的 那当然也有些 非官方编制的 像可能像 这个 大家知道 对不对 anonymous 像他们可能就是 他们可能不求力 他们可能求的是什么 他们求的是他们的理念 可能部分是 部分不是 因为现在人人都自称 是anonymous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原来的一些人 他可能跟后来的人 可能理念不太一样 像这样就是非官方编制 他可能就是为了是 他们的理想 为了他们的报复 那台湾有没有呢 不知道 网路站的目的呢 其实就很清楚 他为了要国家间的情报 他要窃取 所以他就会去做网路作战 那他可能会 看完网路 他可能会去做勒索 像台湾其实很多的事 像这个 游戏网站 他可能会被DDoS 然后呢 随后就收一封信 就是说 你想要停的话呢 就付这笔钱 那像这个 两周前有一个新闻 不知道大家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国外有一个公司 它叫 CodeSpace 那这公司呢 被駭客入侵 然后呢 被DDoS 然后被进到 它的主机里面 然后他放了一个文件 他也说 我入侵你的电脑了 那你如果不想要 你受害的话 你就支付我多少多少钱 然后呢 这个公司的网管 决定呢 他更换密码 更换密码 然后呢 就是这样来跟駭客对抗了 结果呢 駭客把他的电脑 他伺服器的资料 全部删挂 就是你不给我钱 我就把你删挂 结果呢 这家公司就倒了 因为呢 这个损失真的太沉重了 所以像这样的勒索是很多的 然后多半会跟DDoS一起搭配 当然也有些是 训养理念的 像可能 很多时候网站被害的时候呢 他会放一个画面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被我害了 然后下面可能会留一下 严论方式 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很多时候 他也做得很漂亮 可能会比网站本身还要漂亮 像这样多 就多半是 可能是为了要 训养自己的理念 或是为了要炫耀 那台湾有没有呢 台湾也有 大概在四年前 这个 跆拳道锦标赛嘛 对不对 杨淑君 他之前 因为袜子的事情 导致失去资格了 然后呢 台湾就有些骇客呢 为什么说是台湾呢 因为它是中文嘛 对不对 就骇了这个网站叫做 wtf.org 那这个不是 大家想的那个wtf 它是 世界跆拳道研盟 叫wtf.org 它是一个韩国的网站 然后呢 随即就被骇了 被骇之后呢 骇客呢 在网站的首页的一个图呢 去改图 里面上放了一个科斯文 然后举个牌子 上面写 还我公道 反底字嘛 这个就是 一定是台湾人干的 对不对 重点是 这个网站的官员没有发现 可能是太像了吧 直到呢 有人把它贴到了 这个ptt的八卦板 然后流量太多了 把这网站冲爆 冲爆之后呢 这个网管才说 为什么这网站会这么多人看呢 很奇怪 很好玩的时候 他就看到 网站原来图被换 原来网站被骇了 哎呀真是的 然后他就把图换回来了 三分钟后呢 又被换回科斯汉了 各位这个很好笑 没有错 但是 政府单位跟企业 往往会有这样的盲点 网站被害的第一件事情 是该做什么事情 很有趣哦 大部分人都是说 把被害的网页换回来 可是这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他们有找出网站 为什么被害嘛 就好像说 你今天早上起床 到你家客厅 你看到你家客厅 多一张椅子 这椅子呢 不是你家的 上面贴了别人的名字 那你会怎么做 选项一 丢出窗外 当面这回事 选项二 大家没看到 选项三 找一下这个椅子从哪边来的 绝对不会是一嘛 你把网页换回来 就好像你把椅子丢出窗外 可是你并没有去想说 这个椅子从哪边来的 是破窗而入呢 是开你的门锁呢 还是它原来就在你家 这里没发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面对资争事件 相对应的一个作为 你不应该是 马上湮灭正确 把东西换回来 而是要去找到一下 但网站为什么被害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还有一个恶意邮件 这个邮件呢 会去让你知道 你会想点 就好像店里面 这个主角前面摆了一个橡胶皮 就因为踩是一样的 你现在这个恶意邮件 它可能会去找一下 哪些东西是你会点的 比方说 你可能是用这个中华电信的手机 然后你用中华电信的电子账单 它就去做一个 中华电信电子账单 然后点PDF 寄给你 你会不会点 可能会点 真的可能会点 因为它可能还会让你疏密码 密码还会是你的身份证字号 它做得非常非常像 这样来让你点 点了之后呢 这个邮件呢 就到了这个企业内部 那可能会是 这个 有经历文件 比方说秘书 秘书会是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它经手最多的文件 最多的信件 而且它的技术的背景可能是最少的 最低的 它的防备性可能也不够 所以最容易被当成一些骇客攻击的目标 那二邮件寄给它 它可能点开了 点开之后呢 就会有机门有一件跑出来 对不对 跑出来之后呢 就会直接送骇客 那各位 看这个图呢 其实会发现一个盲点 就是 有些企业会说呢 这个我的企业呢 有防火墙 大家有看到中间那边 有一堵墙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防火墙呢 应该可以防堵骇客攻击吧 大错特错 因为信件是不是还是得过 它并没有办法知道呢 信件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所以一样穿墙的路 跟没有防御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呢 这个目前攻击的手法之一哦 金油 二邮件呢 把金油件抜出来 那它可能会利用的是 这个 可能你这个 OBIS 可能你PDF等等的漏洞 然后出发之后来直入二邮件事 再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D60攻击的 像可能这个 最近几波网站瘫痪的 都会是被D60攻击 那攻击的目标呢 可能很多 它可能是故意要去把你的网站打挂掉 就会打你的伺服器 大家可能会去打你的DNS Server 像可能苹果这一次 就是被打DNS Server 打挂之后呢 很简单 就是大家去打 苹果的网络名称 就上不去 大家就以为苹果挂掉 可其实并没有 它主机还活着 只是DNS被打挂 那很多时候也会去打防火墙之类的 让它挂掉之后呢 可能会让设备等等就不能够运作 网络不能够流通 那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去利用Barnet 它可能去跟Barnet下面移 下面移完之后呢 Barnet就会去做相对的攻击 那可能会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得很开心 然后打到之后就坏掉了 那不过一般来说都会去打伺服器G多 打伺服器打DNS 那而且这样的攻击通常是会很大规模的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是很难防御的 因为大家看到说D6攻击多半都会是这个说它有多大平宽 对不对 300G 那是不是很大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防御 其实是很难的 那不过大家知道说D6攻击并不是只看平宽就好了 它有分很多种类 像它可能是它故意塞你的平宽 它可能塞你的延线数 或它可能去吃你的CPU跟记忆体的资源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企业政府在防御这样的攻击的时候要知道说 但它对你它打的是什么点 那你就要去做相对你的防御 当然呢这些攻击都比不上直接入侵 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啦 就我看到里面其实是目前最多的 也就是最帅气的 就是不管说什么样的防御 它也不用扒内 它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去跟资料库要资料 然后呢资料库就把资料传回来了 很开心很开心 但是这样是最多的 而且最不有感觉 为什么呢 骇客杜钦进去之后呢 第一件事是什么 拿权限嘛 拿权限之后呢 就是最高的管理者 然后呢把漏的全部清掉 抓不到嘛 对不对 抓不到嘛 像这些苹果也是一样 被害之后呢 你被害的途径已经很难找了 更何况他把记录全部清掉 所以说任何的诸事码题都找不到 这样的话要怎么去追查到原始的犯罪者 这是很难的 所以大家知道几个就好了 其实还有很多种类 只是说因为这不是上课嘛 没办法讲那么多 谈谈现况好了 这基本上谈现况就是挖洞给我跳 就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事情是台湾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比方说第一个 就是全民的资安意识有待加强 刚刚宇昌也有讲过 老话一直讲嘛 资安意识很重要 他的资安意识要到怎样的程度 那我是觉得说能够到骇客的程度最好 比方说你知道骇客怎么样打的 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各位的密码要几位数才够 还有人说八位对不对 那说八位可能我要怀疑一下是 你可能还活在这个十年前 因为几年前的这个档案 这个密码加密是使用DES 那他可能长过最多只能够八位 但现金呢其实并不止了 你可以到二十位可以到三十位 当然是看这个网站跟看四五期的限制 但是呢你要知道密码其实可以很长 那密码短会怎么样 会不会破解吧 所以你们也要知道说到底密码可以怎么被破解 你不用知道太行 你只要知道多可怕就好了 大家知道显示卡可以破密码吗 显示卡 对已经越来越多人知道 这样是个好事 这样破密码速度很快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密码不能够取太简单 密码不能够取太短 那台湾的问题还有呢 台湾并没有一个很有力 很有效率的单位去统筹跟通报自然问题 不是说台湾没有 台湾太多了 太多也是个问题 谁要做 三个和尚没有水喝 那到底谁要做 那他有没有力 他懂不懂该怎么去做 这些都是问题 然后企业也是要 企业要重新评估自然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 就我以我们一家资源公司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改进的 已经有改进了 像可能几年前 公司不会去请一个资源公司 来做资源的规划跟评估 可是现在可能会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然后资源的思维要加强 台湾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台湾没有所谓的资源产业 台湾没有所谓的资源产业 像我呢 我可能会自称我是服务业 所以我们是在服务客户的 台湾的这个资源产业呢 问题就在这三点 政府跟企业跟学界 就拿学界来说好了 在座有学生 你们想要往资源发展的话 你们该往哪里走 台湾有没有资源的科系 没有 台湾有没有资源的学校 没有 都没有 那学生该怎么发展 可能要往地下嘛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对不对 可是其他国家呢 他们可能有资源的实验室 有资源的科系 甚至有资源的学校 专门培育 网军等等 可是台湾没有 那学界出问题了对不对 业界怎么办 业界要找资源人才 没办法找 所以他只能够去找一般的网管啊 或者找一般的人员再来培去 所以这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为什么学界跟业界都缺呢 因为政府没有去助 政府没有去协助给足够的资源 例如说 政府可以去请学界呢 去给予一些这个 比方说像几年前的资源学层 其实还不错 可是呢 其实他成校没有想到这么好 他其实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那他也可以去辅助企业 去给资源人更多的一些薪资等等 其实很多做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樊完相扣的 政府跟企业跟学界 都必须要把资源产业弄好 像国外的资源人员呢 像这个资源顾问嘛 在美国 他的薪资呢 是可能年薪会是14万美元 那台湾呢 台湾我就说没有资源产业嘛 所以说资源人员在国际间 其实是很被重视的 可是在台湾其实并没有那种被重视 那我觉得这个事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再来是一些通报 像我刚刚说 台湾没有一个很有力 有效的通报的系统 那在我们对面的好朋友 我们的中国那边 他一个网站叫乌云 这网站呢 很厉害 厉害是什么呢 他开放駭客们 去提交 去投稿 哪些网站有漏洞 那他说这个不是天下大乱的 不 他让中国的网站变得非常安全 非常非常安全 因为呢 他们收集漏洞之后 有人通报了之后 他会去协助企业 他就跟企业说 有人说你们这边有漏洞 他也证实是真的 那请你做修补 那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他可能可以 让企业知道漏洞 而且他可以从那边 就是知道说 有哪些的人才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 的一个循环 那台湾还有什么问题呢 对于新漏洞 可能没办法掌握 对不对 像可能四月份的时候 有Hoplin 那台湾有多少企业修补 还有很多没有修补 像可能 骇客们 或是小朋友 他只要执行一行指令 就可以去获取 洪荒荒的资料 洪荒荒是什么资料呢 就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 叫账号跟密码 雅虎对不对 雅虎.com 然后呢 账号在这边 密码在这边 把它遮起来 对于新漏洞 没办法掌握 对于旧漏洞呢 也没办法掌握 像有一个漏洞叫做DNS的Zone Transfer 那这是17年前的漏洞 可是还没有修补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来看一下是什么单位 还没吃热 好 已经修了 已经修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戳它 那还有更多没有修的 那 都是台湾的政府单位 大企业都没有修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 它是17年前的漏洞 17年前 对不对 那这样的漏洞还没有修补 那这个是有反映一些状况的人 可能企业对于资源的人员培训不足 可能对于资源的规划不足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换密码 其实我们后来 一些这个我们圈内讨论出来 其实风险一直都在 风险一直都在 那我们要跟风险共存 像 从10年前到现在 哪一年没有资源事件 没有 哪一年没有资源的风险 哪一年没有害客攻击 都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适应它 我们要知道说 风险不会消失 所以我们要跟它共存 怎么样共存呢 不是让它打 而是我们要有些相对的一些 一些作为 像可能 你要知道风险是什么 你要知道风险在哪边 知己知己 知己知己 对不对 你要知道风险才能够做防御 然后呢 通报 遇到自然事件的时候 你要快速的通报 快速而且精确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要一些国家残疾的人 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做 然后呢 自然事件的演变 你面对自然事件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去做演变 自然事件呢 就像天灾一样 像今天如果这边失火 大家知道要往外跑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主机被害呢 大家是要 一样要往外跑吗 你要有一些作为 对不对 你要先做怎样事情 先动网路 然后先把东西备份下来 先干嘛干嘛 这些东西你要知道 然后这样才能够降低损失 那其实这个也是 今年我们海克明会探讨的主軸之一 就是你要如何去适应这样新的威胁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这样子 好那我今天演讲到这边 大家有请问 大家掌声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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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